要如何让学生在实物与理论上都能兼容并蓄 而且拥有完善的实习机会呢 树德科技大学在教学成果和实习机制上 在业界已经建立完好的口碑咯 那今天就跟着生活百分百一同来看看吧 树德科技大学儿童与家庭服务系 与幼教界的实习制度与成效 在大高雄地区拥有良好的口碑和声誉 而强调实物与理论并重的儿童与家庭服务系 除了加强学生专业能力的培训 也建立了完整的实习制度 彻底落实 每位学生在毕业前都能进入幼教实物学习 提早强化职能专业 而该系目前也是全校唯一做到全员实习制的系所 好的我想我们的应用社会学院 很重要的是用全人的理念 去做一个全人的培育教养 那期待是把学礼跟这个实物呢 能够落实在实习的整个范畴 所以我们就希望说用人文社会科学的知识的建立 然后把生活的这个经验做实践 那目前我们有儿童家庭服务系 那这个系呢也有锁 那也是我们全台湾科技大学里面 唯一有这个教保还有早聊的教保跟家庭教育 这三块合在一起 而且它的实习成绩 这个时间上是非常的长 有四点五个月 那我们会分成两个阶段的实习 一个就是教保人员的完全实习 然后另外一个是多元实习 就是说他离开这个教保以后的这个机构呢 他会有亲子的餐厅的 还有绘本的类似这样很多元的这样的一个实习方式 那他的期待就是让我们的学生出去的时候 他有更宽广的这个职业的路线 这是我们儿童家庭服务系很重要的一个脉络 为了提供给儿童与家庭服务系的学生多元化课程训练 学校也规划完整的学习环境与设备 让学生在课堂上实地操作教具 达到情境教学的训练 署得科技大学应用社会学院 除了有儿童与家庭服务系 也包含应用外语系以及人类性学研究所 在应用外语系方面 主要以英文为主 并提供第二外语等相关课程 其教学模式才小班授课方式 增加学生与老师的互动 及开口说英文的机会 并透过与外籍老师的对话 加强口语的表达能力 达到学习加成的效果 另外就是我们的一个应用学系 应用英语系 其实它很重要的一个点 就是它会走国际化 那这个国际化除了我们的专业的这个语言的能力的培养以外 它包含了所谓的LCCI 还有这个像国际的这个商务证照 甚至于就是它有国际的领队跟导游 还有就是英语的教学教师的证照 这个证照是在整个英语系是被推广的 而且是别的学校在这个应用外语系是没有的 这是我们应用外语系一个很特别的地方 然后另外是我们会跟几个大学做这样的学术交流 这是我们在整个的运作上 希望我们的学生有国际化的观点 然后带回来学校 可以让他们分享 使他们的视野睁开 然后它另外呢也可以到国外 像美国 英国 加拿大 澳洲 泰国 越南 去做一个暑假跟一个学期的实习 然后呢可以建立它的语言能力之外 它也带来新的愿景跟观念 回到这个院里面来 另外应用外语系举办的戏剧公演 也是树德科技大学每年的重要活动之一 其目的是让学生以戏剧表演的方式 呈现学习成果与传达应外学生热情活泼的精神 那当然这个应用社会学院 它还有一个很特别的所 就是人类性学研究所 也是现在唯一的一个研究所 在亚洲 在台湾 那它有硕士班跟博士班 它也一直是走国际 包含了92年开始 跟马来西亚的新纪元学院 开始做了境外的教学以外 我们也在他们的这个 马来西亚的华校董事的总会 做了一个老师性教育的训练 跟性教育总指队的训练 那我们在97跟98的时候 培植了34位 这个性教育的专业师资也给了证兆 而为了推展华语文教学 树德科技大学也设立华语教学中心 提供外籍人士一个优质的华语学习环境 建议传递中华文化 增进国际间文化的交流 在面对全球化的浪潮 与竞争激烈的社会 树德科技大学积极建构完整的学习制度 培育具创造力 竞争力 国际化的转业人才 为台湾的竞争力奠定基础 成为打造优秀国际人才的一流学府